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21年7月 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 悄然来到上海 住进了博文女校的学生宿舍 他们开会的地点是李汉俊包兄李书成的私宅 李达夫人王会晤为代表们选定了住宿和开会的地点 这位参与筹备一大的唯一女性 以她的细腻敏锐承担了会议的保障工作 在出席中共一大会议的13位代表中 有两位是前亲的秀才 他们是35岁的董碧武和45岁的何树恒 有一位小学教师 那就是毛泽东同志 还有七位是大学生 他们中有三人曾留学日本 有三人曾担任过报刊的编辑和记者 还有两位中学生 那就是王静美同志和邓恩明同志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就这样开幕了 但中共一大究竟哪一天召开的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人们都不知道确切的日子 1979年根据当事人的回忆 代表的行踪的考察 再加上文献资料的综合研究 终于认定了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是1921年7月23日召开的 来自全国的一千多位代表 代表着一千零七十多万党员 出席这次会议 毛泽东在中共八大召开时 所填写的入党时间是1920年 那一时期的其他共产党人们 又怎样填写入党 为了拍摄这部纪录片 了解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的情况 摄制组专程前往莫斯科 在俄罗斯国家社会历史政治档案馆 查阅了相关的历史文献 在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李大钊同志的档案里 在入党时间这一栏里 李大钊亲笔写下了1920年 与李大钊一同前往莫斯科 参加这次会议的 另一位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 王和波 入党时间这一栏 也填写着1920年 大会从7月23日开始 到7月30日晚上 召开第六次会议时 一个可疑的中年男子 装作走错门闯入会场 这引起了共产国界代表 马林的警觉 凭借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 他建议大家迅速撤离 代表们刚刚散去十几分钟 法租界的巡捕们就上门搜查 却一无所破 在王会晤的倡议下 代表们乘坐火车 连夜赶到嘉兴 第二天 在江南的朦朦细雨中 登上了王会晤临时租下的 一艘游船 继续开会 代表们讨论了党的中心工作和工作方针 大会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 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 李达负责宣传工作 中共一大就这样悄然落幕了 一个革命火种 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 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纪元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从此在古老落后的中国 出现了一个完全新式的 以马克思雷宁主义为指导的 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为奋斗目标的 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 这是中国历史上 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我们党从这个 建党一开始 就齐之鲜明了 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 并且坚持以革命的手段 去完成这一目标 风雨如盘 大浪讨杀 选择信仰很难 坚守信仰更难 当年出席中共一大的十三位代表 在历史透镜下 折射出百态人声 1970年12月18日 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 会见美国记者斯诺 向这位老朋友 讲述了一大代表的情况 牺牲了几个 死掉的几个 不干的几个 反革命的几个 现在只剩下两个 毛泽东一个 董碧武一个 王晋美 为开展工运东奔西走 积劳成吉 1925年并逝于青岛 十年二十七岁 邓恩明 1928年在山东青岛 济南等地领导工人运动 因叛徒出卖被捕 1931年被国民党 枪杀于济南尾巴路刑查 何淑恒 一大代表中最年长的一位 1935年冬 红军长征后 留在中央苏区 孤为时 牺牲于福建长厅水口镇 十年五十九岁 陈坦秋 1943年九月被新疆军阀 盛世财秘密处死 当时党中央并不知道 1945年中共七大 仍将他选为中央委员 李汉俊和李达 因布满陈独秀的家长式作风 1923年先后脱党 大革命失败 李汉俊在武汉 与叛变革命的国民党 进行坚决斗争 1927年被反动军阀杀害 李达建国后又重新入党 曾任湖南大学武汉大学校长 刘仁靖和包惠僧也因故托党 他们都活到茂蝶之年 看到了新中国的建立 看到了中国共产党 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居命 陈公伯和周佛海 在大革命中退出共产党 成为国民党高官 抗日战争中 又双双追随汪精卫当了汉奸 抗战胜利后 陈公伯被枪决 周佛海死于狱中 张国焘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中央政府副主席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1938年张国焘逃离延安投奔国民党 1979年12月 张国焘死于加拿大多伦多一所老人院 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 1923年离开中国 1927年回到祖国荷兰 二战期间创办反法西斯地下刊物 斯巴达克斯 1942年被德国法西斯枪杀 直到今天仍然有中国人远舍重阳 前往他的墓地 悼念这位杰出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 另一位共产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 1925年返回苏联 在共产国际远东局工作 1938年 因莫须有间谍罪被处决 1956年 苏联政府为其平反 直到70年后 一位俄罗斯学者提供了他的照片 今天的人们才第一次看见他的真容 没有参加一大 但实际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陈独秀与李大钊 命运也各不相同 陈独秀一生毁育相参 唯独执拗的性格从未改变 他担任过五任党的负责人 后被开除出党 1942年 病逝于四川将军 38岁的李大钊 1927年被军阀张作霖逮捕 走上了冰冷的绞刑架 在狱中李大钊从容不迫写下字书 招自数法授书 即使智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 实践其所信 例行其所知 为公为罪 所不暇尽 李大钊遗文出版时 鲁迅先生写下了一段话 他的遗文却将涌注 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 革命史上的封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大钊遗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大钊遗文